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专业手 本期内容我们依然为大家介绍一些处在早期且具有一定潜力的项目 在视频开始前,需要提醒的是 所有内容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需了解详情,欢迎一步至项目方官网了解更多内容 作为又一个被市场惯以以太坊杀射希望的攻略 与思维Aptos同开发语言的Movement 也是今年万中期待的攻略之一 有关Movement的详细介绍 我们将分享到视频下方及社群中 可以作为补充阅读 近日,Movement黑格松Battle of Olympus顺利结束 本次黑格松大赛共有2100个项目申请 最后分布在不同赛道的10个项目获奖 作为百里挑一的优胜者 这些项目有何亮点?有什么参与机会? 本期我们将对获奖项目进行介绍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Stixmove,Movement生态首个LST协议 Stixmove有流动性质押赛道的老牌团队 Thunderhead Labs开发 旨在为Move持有者提供既能保证资产流动性 又能赚取额外协议收益等服务 用户可以将他们的Move制压到Stixmove 1比1兑换成LST凭证 Stmove 在享受制压奖励的同时 还可以使用Stmove参与其他DeFi项目 协议奖励将通过每日的Rebase自动分配 用户只需持有Stmove就能自动获得这些奖励 无需任何额外操作 Stixmove提供多种取消质押的方式 即时兑换 用户可以立即将Stmove兑换成Move DeX交易 用户可以在第三方去中化交易所 以小额折扣立即出售Stmove 常规取消质押 用户可以提交取消质押申请 等待30分钟后获得Move Stixmove设计语言非常简洁 用户只需连接钱包在首页质押Move 就完成整个质押过程 立即获得Stmove开始专取奖励 GasYard跨链Gas优化协议 对经常需要跨链的DeFi用户来讲 高Gas一直是个问题 GasYard旨在降低跨链的Gas收费 改善用户体验 降低链上操作的转容门槛 GasYard大幅提升跨链交易速度 将跨链时间压缩到一分钟左右 同时GasYard支持诸多EVM兼容链 而且不受预定于路由的限制 并专注于以原生代币的桥接 通过简化交易过程 去除与ERC20代币相关的复杂性 对用户来讲意味着更快速 更直接的跨链体验 无需担心不同代币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GasYard采用了基于抵押品的桥接模式 通过利用Chinink数据源 来计算和管理抵押品 使用Turkey技术保护中期密钥 确保跨链安全可靠 PicWay简化用户门槛的全链去中心化的社交和交易平台 PicWay是一个全链去中心化的社交和交易平台 旨在简化跨链交易 PicWay的工作流程相当简约 连接钱包 选择供链交易代币 用户可以通过PicWay在某供链上 使用USDT交易其他链上的代币 无需通过传统桥接 且费用低于传统桥接方式 用户不需要学习复杂的多链技术 交易过程简单快捷 与中心化交易所不同的是 PicWay确保用户对其加密货币 拥有100%的所有权 随着平台的升级和用户的增加 跨链交易时间将不断缩短 平台已吸引超过1万名交易者和社区参与 RNDM AI驱动的模块化流动性解决方案 RNDM将AI技术与交易技术相结合 其核心是名为策战引擎的专有AI模型 该模型运行在来自Rushio的推理网节点上 经过了所有主要交易所的 订单流模式的训练 使之能够深入理解和分析市场动态 从而为用户提供更智能 更精准的交易策略 AI模型以Agent身份提供服务 在各种交易所的保管库中执行操作 能根据特定资产和交易所的情况 动态调整参数 目前RNDM已经推出两个主要的Agents Atlas和Genis Atlas是一个做事助手 已经实现1.3亿美元的总交易量 而Genis是一个情感分析代理 总交易量达到50万美元 Podium Web3社交音频平台 Podium试图将去中心化链上技术 与音频设媒结合 当前Podium已上线Google Play 只是关于项目成体系的介绍较少 但从公开的信息和使用反馈来看 Podium更像一个链上版本的Clubhouse 加Google Meeting加播客的模式 支持用户使用区中心化社交账户登录 MWFS 支持付费内容与付费聊天的社交平台 除了和其他Social File平台一样的 发帖交互等功能 MWFS 推出独特的付费内容与私密聊天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在平台或者其他平台上赚取的Friends Points 来解锁付费内容 付费内容的创作者可以设置访问级别 提供预览以及吸引用户Friend Points 查看完整内容 同时铸造了平台Pask Friend Pass的用户可以使用私密聊天功能 与KOL名人进行直接对话 Secure Alliance 卡牌游戏 Secure Alliance是一款由台湾团队 赫米兔娱乐开发的多人对战 极换式卡牌加密游戏 游戏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岛屿世界 玩家可在三个故事阵营中选择其中一个 游戏的主要玩法包括卡牌收集和对战 玩家通过不同方式获取卡牌 组件牌组 然后与其他玩家进行对战 游戏提供冒险模式和牌位等多种游戏模式 团队将链上技术集成在抽卡功能上 声称通过抽卡概率公开在链上 并使第三方随机声证结果提高抽卡过程的透明度 See Mimis 将秘密文化与GameFi结合 当前还没开放公测 官方也免只有一个加入白名单的操作选项 关头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结合热点 做表情包玩梗 目前还不知道详细的情况 Movie 作为Mov语言提供在线集成开发环境 Movie 是一个专为Mov变成语言设计的在线集成开发环境 主要面向是用Mov语言的区块链 如Movie 3, Aptos等 Movie 3架构基于Solid 一个更大的开发生态系统 Movie 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提供简单 轻量级的用户界面和丰富的功能工具 来简化Mov开发过程 Movie 支持直接从Gate Hub 或验证过的链上包加载Mov包 开发者无需复杂的本地环境配置 就可以在浏览器中轻松完成编译、构建和部署目标包的全过程 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除了基本的开发功能 Movie 还提供强大的链上对象管理能力 开发者可以通过对象ID或交易摘要 轻松加载并管理链上对象 Movie 支持多类型网络 包括开发网、测试网和主网 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测试和部署选择 Skyful Move 综合性DAPP构建工具包 Skyful Move 同样为Mov语言开发者设计的开源工具包 它主要用于简化Mov语言的区块链上构建DAPPs的过程 这个工具包含了Mov、Altos TS SDK等技术 Skyful Move 的一些主要特性 包括部署脚本自动化、Webton组件库等 让开发者更容易创建和部署Mov模块 并构建交互界面 同时提供钱包集成功能 支持连接Altos兼容的钱包 总的来说Skyful Move 为Mov生态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开发工具包 让构建DAPPs变得更加健康 总的来讲 本次的获奖项目涵盖了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层多个关键领域 尤其是几个跨链或全链的解决方案 表现出项方对简化链上操作的难度 降低链上应用或开发的准入门槛这方面的创新重视 另外随着apt和Suite的热度 Movment作为Mov系唯一还没有发布Token的项目 也值得重点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钻石塑定 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来讲有价值有帮助 欢迎点赞和订阅我们频道 再次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